自从在山洞里接受了主耶稣之后 我很喜欢向其他人传扬上帝的爱 我的话题几乎离不开宗教信仰 和上帝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 我和车房里的人说 西匹市、街坊、搭乘封车的人 我的邻居几乎是向所有人传扬福音的 在我受洗母多久之后 教会的牧师宣布报道会 在两个星期之后开始 我想到那些曾经跟我聊过的人 觉得他们大部分都是渴望住平安和喜乐 于是决定邀请他们参加这一次报道会 报道会开始那个晚上 我们的小教堂制满了人 我站在门口等候那些我邀请来的朋友 我在山洞里面 很多邻居参加了第一次的报道会 而且持续每一晚都来 当我们第一次施洗的时候 有十二个受洗的人当中 十位曾经跟我一起学习 也是我邀请来的朋友 服事主是多么快乐 我在想这些就是喜乐 而且这种喜乐过了之后 是不会留下孤单和落幕的 有一天 但是乔牧师建议我说 道格,为什么你不跟我们讲道呢? 上帝对你的爱和热诚 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 你一定要在讲台上和大家分享 实际上,我感到自己很怯懦 我说,我?讲道? 不是吧?牧师,你找错人了 我没有可能在台上做见证 我没有教育的背景 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好了,牧师,谢谢你 我根本做不到 牧师就说 道格,你不需要有大学历才能做到 只要你站起来,告诉大家 上帝在你身上做成就的事 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事 我很坚决地说 我不行的牧师,我真的做不到 当时牧师就不再讲这个话题了 但是他的说话已经深深在我心里 加上圣灵的晓冠 当他再次提及这件事的时候 我内心的阻力就少了很多 最后我就同意试试 如果能够活到一百岁 我也是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讲道的 在那时候 我连一套西装都没有 也没有打靈胎 但是不是因为我穿什么衣困扰着我 我很紧张地坐在港台上等待港道的一刻 我双手露汗 也感觉到我自己的心跳 最后等到我站起来讲道的时候 我将圣经摆在前面 站在港坛的前面 幸好有些东西挡着我 这样观众就看不到我膝头过后打震 当我开口的时候 声音竟然不像在我的口发出 因为口干舌醋 我不停地吞口水 舔口唇 然而那些可爱的教友 感谢他们的善心 他们很留心听我说话 菲利普斯穆斯和他的太太坐在前排 每当我说到重点的时候 他们就会点头说阿末 交友对我微弱的言语 竟然有热烈的反应 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在不知不觉之中 我迫之说完了 当我在门口和大家握手说再见的时候 很多人眼中有泪光 赞我港道说得好 和他们听了之后 是有何等的福气 我不敢相信 在我的说话里面会带来福气 我发现有一些赞我港道的信徒 都是带着助听器 我想那天他们的助听器一定是坏了 自从那次之后 我经常都上台港道 而每一次上台之后 就会觉得每一次都是容易一点的 菲利普牧师劝我 道格你真的要去读大学 接受传道的训练 主既然给了这项工作特殊的恩赐给你 而且我知道你这么热爱分享福音 他的时工是需要你的道格 我好仔细想一想这位磁场的老人家 跟我说的说话 心里面想 如果有朝一日 我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像你一样 牧师是这样激励我 我告诉他 当然了 齐牧师 我会为这件事祷告 我亲爱连迈的父亲 他总是希望我得到一个学位 就算是忠靠的学位也好 所以他很高兴地帮我 我在肯侄肯因的西南福林学院 读了六个月 那一次是我生平经历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之一 在青少年的时期 我犯了这么多愚蠢的过错 一直以为自己不够聪明 但是在西南大学里面 我的成绩全部都是优异的 从此我就知道只要我肯学 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曾经在图书馆里面借了一本书 叫做《库兰克林自传》 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很奇怪地发现 这个人都是中途绝学 离家出走 但是他靠着自己自学 他能够说七种语言 也发明了双焦点远近的两用的眼镜 库兰克林克林劳 创办了邮政系统 公共图书和消防部门 他对电力有新的发现 他也开办报纸和杂志 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任住法国的大使 而且他是一个素食者 我在想如果他能够自学 我也可以 耶稣曾经应许我们 借着他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 自从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已经学会了很多 未曾想过的梦想都做得到的事 包括吹奏长笛、吉他、口琴、钢琴 和小喇叭 我也学了一些西班牙画 也学会开飞机、滑浪板 在这个时候 我还刚刚在学习唱歌 虽然我的朋友叫我放过他 大学课程结束之后 我在德州 和一个叫穆斯·马文·摩尔的人一起做事 他是一个高大和亲切的人 他养生得好像阿伯拉肯林肯 我们一起扮了一些以启示录为主的讲座 我们两个是一个最佳拍档 主真是赐福给我们的工作 很多人受证归主 没多久之后 我加入了著名的福音合唱团 叫做选民歌手 也是做他们的灵修讯息的主要讲员 但是我仍然会继续努力唱歌 上帝很清楚他的工作 因为我每晚都要在选民歌手里面表演的时间 去面对观众 告诉他们听上帝在我身边所做的事 以及邀请他们跟从子耶稣 我本来很害怕站在台上讲话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仅存的一丝对于登台的恐惧都没有了 连续十八个月 每个星期五日的讲道 大大弥补了 在我正规教育里面错失的一部分 感谢我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